其實那個題目的話,是我隨便亂想的 可是真正的內容的話,還是要請我們的唐鳳文化來決定 一起來決定 就那個剛才說,大家已經開始了 那我之所以想要談這問題的話 是因為我去年的時候被一則新聞給震撼了 就是那個AlphaGo的話呢,打扮了世界起亡 然後中國其身聶未平,他就說過 現在唯一能夠打扮AlphaGo的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那個電源給拔掉 所以呢,後來就有陸續很多文章的話 就在談說,我們人類的很多工作可能會被機器人取代 甚至呢,可能危機到人類的存亡 然後今年初的時候的話,我又看到對岸 寄出了所謂的31項的會台政策 所以呢,這個怎麼樣,搶學生已經搶到我們這邊來了 可是呢,其實應該不只是中國 而應該是怎麼樣,全世界的人才大戰 所以讓我很疑惑,好像科技的發展的話 讓人變得很不重要,可是感覺上又人變得很重要 那我們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話 其實非常重視這問題 那大家也都知道,未來的一兩年的話 我們即將要開展所謂的新課綱,新的教育改革 那這個很多人都說,大概又是換湯換藥 可是在我來看的話,我任教了30年 我直覺的是,這是一場真正的教育大改革 因為這個光逢其盛,整個社會的結構改變的話 其實也促使了 除了剛才我所說的,科技的大戰,全球化的到來 還有我們內部的話呢,有所謂的少子化等等 其實呢,都讓我們 我們不需要正視 我們這個人的行業 教育的工作的話,可能不需要在這個裡面 歷史的轉折點裡頭的話 發揮一點點作用 不敢說是全部 但是呢,我們剛好站在這個位置 身為老師還有受教的學生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現在正在寫一頁歷史 不過以上的話,都屬於我自己個人的什麼 異想而已啊 也許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那我是覺得很榮幸可以 我認為我以上的問題的話 應該是像唐鳳這樣的 我認為他非常聰明 還有一個擁有自由開放心理的人 可以回答我剛才所說的那一切 是真的還是假的,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想他應該是站在我們前面吧 然後通過同學的提問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解答我剛才有問題 以及各位同學所提的那些問題 那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各位同學,你要趕快進來 那十分之後的話,我就把門鎖起來 因為我認為最好的演講應該是這樣的 看得到彼此的眼神 看得到彼此的互動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高品質的演講 來,趕快同學,往後面坐著 好,那我就把麥克風交給唐鳳 由他來開啟 那請借各位同學雙手 來,歡迎大家 謝謝你們,唐鳳 謝謝老師,謝謝 謝謝,還有人要進來 你這樣對嗎? 先在場內的朋友,麻煩 如果有手機或其他貼別的上網 如果裝置的話,就打開這個網頁 用s-l-i-d-o dot com 那前面這排燈可不可以稍微關一下 那slido dot com 然後進去之後 他會讓你輸入一個數字 警號是不用輸入的 那所以就輸入622 就是今天的日期 然後按重量 那slido dot com 622 然後按重量之後 你就會進入一個 匿名的提問的一個界面 當然你也可以句名 句名的好處當然是說 就是等到我要回答那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把麥克風拿去 然後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那匿名的好處是說 因為常常有時候舉手發問 大家都會問一些 比較無關通常的一些問題 那匿名的話 你就可以問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 對,所以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規則是說 因為我們有大概接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 所以勢必不太可能每一個問題 都花一樣的時間回答 所以 如果你想要看到先回答的 那先回答可以花比較多時間 那你就按讚 然後按讚數量越高的 它會浮到越上面 那浮到越上面的意思就是 我就會花越多時間來處理 那如果 到後面 就是兩個小時到了 而沒有辦法回答到全部的問題 那就很抱歉 那如果 兩個小時還沒到 然後竟然上面已經都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這件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今天才不會發生 好 那所以大概就這樣 因為我演講通常都是這樣子 我們叫做就是 Crowd Intelligence 就是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大家想要聽什麼就講什麼 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所以 我也就不再特別在做開場 然後我們就看大家 關心什麼問題 然後大家想要聽什麼問題的答案 然後我就大概講一下 然後 如果過程裡面有任何 如果你想覺得我回答的 可能還不夠 或你還想要追問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立刻在 slide 上面提出來 那提出來之後 它會跑到最底下 就是最新的 一律都會在最底下跑出來 所以你也可以把那邊 當作一個彈幕來使用 好 那大概 就這樣子 已經有八個問題 其實已經滿多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就不特別在 delay 好 那 所以剛才我們 清德老師 是有問說 公立學校要如何回應 實驗教育的需求 我們有一支麥克風 您要不要多講一下 您覺得 就是目前實驗教育有哪些需求 其實我 因為最近我參加我兒子 她六歲的那個畢業典禮 幼兒園 那我其實還滿震撼說 奇怪 已經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時間 那幼兒園的 公立幼兒園 臺北市的公立幼兒園的 畢業典禮 竟然跟過去的模式 好像沒有太大的變化 就是一樣來賓 這個致辭 就介紹好路里長 什麼什麼 把他叫的來賓 然後致辭了一堆 然後小朋友就跑來 坐在那邊 聽一大電話 然後之後就 可能那個頒獎就是 因為他們現在人人都有獎 所以就是頒獎 然後頒畢業證書 然後最後就是唱 那個成人的那種流行歌 類似那種 田復珍的 我忘記哪一個 流行歌 就是唱歌 然後帶動唱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整個兩個半小時的典禮 我就不曉得說奇怪 怎麼現在的教育 還會是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那到底我們對小孩子的 畢業典禮的看法 或者是到底那個意義 東西到底在哪裡 那我一直覺得說 是不是公立的幼兒園 會有這樣子的困難 因為我兒子的兩個老師 都非常非常的年輕 他們可能都還只有30歲出頭左右 我想說 哇老師都已經這麼年輕了 那為什麼他的這個典禮的儀式 還是很固定 我想說 那出了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是世代的差異 應該年輕老師 是可以去改變一些的 那可是又沒有 那我其實是 我的問題是從這邊出發 然後再延伸到我自己覺得 好像目前公立學校的確 不管是在國中還是高中 都有一些感覺 就是外面體制外的學校 就感覺已經東西很多了 然後你就不知道說公立學校 到底對學生的吸引力還有什麼 或者說我們可以改變一些什麼 讓實驗學校的一些東西 可以跟公立學校有一些交流 而不是說決然的 要嘛你就留在公立學校 要嘛你就出去外面搞一個體制外的學校 我就想說中間兩邊是不是有一個交流 或者是一種模式的可能 所以我的想法的出發點是這樣 謝謝 所以就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以前感覺好像實驗學校是很激進 公立學校非常保守 對那現在想問的說 這兩個中間有沒有一些互動的可能性 這是最主要的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我應該是實驗學校的算是第零代 因為我那個時候還不合法 就是我記得1995年嘛 1995年念國二的時候 那時候就載學 那載學當時是要罰款的 因為當時還有那個強迫入學條例 然後每天都要罰錢這樣 那所以呢我那時候 為什麼載學行為想要去創業 然後最後就跑去找校長 然後跟校長說 那個校長這個 現在有一個東西叫全球諮詢網 這上面的東西都是最領先時代的 已經比教科書超前十年了 所以這個我學習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是很想被罰錢 所以可不可以幫我瞞著教育區 假裝說我每天都要來上學 然後校長竟然就答應了 所以我對這個提示學校 這個充滿了這個敬意 因為有各種願意為學生創造空間的老師 那當時因為還沒有實驗教育的辦法 所以只能用這個方式我啊 增壓你啊 還有另外一個校圍期的好像 就是我們差不多是這個年代的 那當然比如我們在小幾歲的 像我弟弟在我小四歲 那他就是第一代的實驗教育 當時就是所謂公開民營的實驗學校 那很快就是開始有再加自學的辦法 團體型態辦學的辦法 那合成實驗三法嘛 那這個實驗三法到現在它已經變成是一個主流的 一個主流化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是因為我們最新版的 就是剛剛立法院三讀的那個實驗教育法裡面 它不但是說全台灣行百分之十的學生 可以是接受實驗教育 而且它也是說不管你在幾歲 你在實驗教育或你在過敏教育裡面 你想要有那個權益是一樣的 在我們那個時候 如果你像我這樣子出去 然後想要回去讀高中的話 你要等兩年才能夠去考那個同等學歷 那或者是有很多就是權益上面歧視的部分 包含公車票之類 那現在都沒有這些問題 那所以我想第一個是說它的地位的這個主流化 實驗教育不會再因為它看起來很衝撞體質 所以就很酷 那它已經沒有這個很酷的部分 它就是你覺得你想要接受一些跟就是國民教育科 然後不同的教育的時候 它讓你有一些選擇 那第二個是說它是因此就可以是穩搭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 他提它的生意教育計畫 給它的縣市政府的那個生意委員會的時候 它事實上還是實用學校 它是把學校當作一個資源 但是它可能是一個禮拜去兩天或者是三天 那它也可以是它綜合旁邊還有幾個不同的學校 因為它想要專門研究某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的相關的老師分散在不同的學校 所以它的就是學習計畫裡面會包含這個部分 那這是個別學生的部分 那實驗學校因為台灣是算是非常領先亞洲 就是我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實驗同時發生 那我也很坦白講 其實實驗並不都是成功的 實驗的意思就是說 應該這樣實驗都是成功的 那你就是知道有一千種方法不外科 然後跟另外一種方法會 work 那所以這一種方法不 work 那當然也很好 只是告訴大家說 對幫所有人交了學費 那但是在這個就是try and error 就是事務的過程裡面 我們自己在做108課綱 希望是108課綱 就是可以如期上路 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是課法會的成員 我們是蠻有意的去把實驗教育裡面 實驗出來是有用的那些部分 就是實驗算是比較成功的那些部分 再回來放到國民教育的課綱裡面 所以這是第二點 就是說除了學生自己在這兩個中間去結合之外 我們做課綱的人也是希望說 實驗教育是有點像是research這樣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去試各種不同的角色 想法什麼素量導向啊 到底哪些素量會 work 各種方法 那他試出來之後大部分其實不work 那work的部分我們把它放到課綱裡面 所以現在新的課綱裡面所謂的 什麼自法 互動 共好 三面 九項 這些東西我們有很多東西就是拿實驗教育裡面 他已經試出來的一套東西 然後再放回來 所以他有這個在就是交代教法上面的這一層 那第三層我想是我們明年新課綱上路 大概才會知道的是說 我們也把實驗教育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每一個學校的老師他跟學生一起決定 他們要開什麼課 他們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在國民教育的實驗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它的課程的編排是非常自由的 那它有點像把大學的這種選修啊 這個校定必修啊 學校同事啊 什麼就是學校自己有相當大的開課的自主權 把它提早到像高中階段就可以發生 事實上國中也某個程度上可以發生 所以以前你需要是用地霸解課 用社團課 用什麼畢的東西去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在新課堂裡面把它放了一點點啊 它還是有一些時數的限制 那在這些時數的限制裡面把它變成一些像 學校特色課程 所以一所學校它可以實驗性的說 我這所學校就是教哲學 大家都不教哲學 但是我哲學必修 或是說這所學校它可以說 我看一系列電競課程 然後他們就是 學生自己來選自己想像學的電競課程 然後透過電競來 我也不知道來做什麼 來來來來學習 透過電競來學習當然是播主嘛 對不對 還是有一個技能術的 對 所以就是你可以透過你感興趣的東西 慢慢去學更多 那這個東西都是之前實驗教育開闢的一些空間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放在課堂裡面 所以我想是說 我們這邊追求的其實新課堂 並不是說 我們在實驗教育裡面設了幾種之後 覺得這種很棒 然後所有人又跑去做這種 這個叫鋼新課堂嘛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這一次是稍微把它放柔深一點 那它裡面很大的精神 就是每一個學校的課堂會 可以像以前實驗教育那樣子 一定程度的決定說 這個學校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它是跟家長跟社區跟學生一起去決定的 然後那學生學一學如果還是覺得說 雖然有一定的實驗程度 但我還是不是很高興 那這樣它隨時可以寫一個自學計畫書 然後它就去實現的方法 但它實現的方法時候 因為像剛剛講 它跟本來學校還是有所聯繫 不管是一個禮拜來幾次 或者是它甚至也有參與各法會 或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 它這邊釋出來的東西 如果不work 那它可以回來告訴他 這個不work 那如果這個work的話 它也可以feedback回這個學校裡 所以我想我們並不是完全推翻掉 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它還是有一個好處 是說它是相對穩定的 是我們實驗出一些 感覺上還不錯的這個模式 然後放回來 所以它當然每一次課剛改動的時候 會有一段時間的這個沉澱期 思索期之類的 那實驗教育的好處是 它基本上不要說沒學期了 你每個禮拜都可以去換它的課表 那所以這是兩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變迭代的速度很快 那當這邊迭代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讓國民教育 在以前你要等課剛換了 教科書換了你才能夠採用 那現在是學校的課法會 所以只要開個會拍板 理論上下一個學期就可以採用 那這是我們的這個模式 那但是實際運行出來會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個是我們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會希望實驗教育 它繼續保持這個做實驗的這個功能 那但是我們不要讓國民教育 好像越做實驗越遠 而是說越做實驗 一下好了 可能可以 feedback 回答 就可以越近 那這樣的話慢慢的就是 這個比較 worry 的那些 遺失性的那些東西 那很可能就會因為 教師有更多的課程上面的自主權 它就可以慢慢的消失 因為在以前很可能年輕老師 他也不知道說 他可以有這樣創作的空間 他也會覺得說 家長的期待一定是這個 跟上一輩一樣 那家長其實 因為我們這一輩小孩的家長 大概都是解研之後的時代了 所以其實也大概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就是說 家長跟老師都了解到說 接下來課發會 大家都有參與的能力的時候 我想這個部分 所謂 co-creation 就是一起創作出 學生比較想看到的課程這件事情 我覺得比較容易發生這樣子 有24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 知道我17歲的時候就到德國 那時候是等於這邊的小五嘛 那我去那邊去降讀小四 因為他們小五就是 他們沒有小五了 他們小五就是中學了這樣 所以 我在德國只待了一年 不過在此之前 我在台灣已經讀了四個小學 然後 三個幼稚園 然後在那個之後 又讀了一個小學 跟一個國中 所以等於讀了十所學校 就是從幼稚園小班開始算 每一年是一個不同的學校 然後一直到國一 然後國外就載學了 所以意思說我沒有寫過暑假作業 因為 每一年暑假都還轉學 所以 第一個我不知道高中是怎麼回事 第二個我不知道 暑假作業是怎麼回事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 這個曲折的學習路程 我想後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Motivation 就是一個動機 就是說 我很難忍受無聊的感覺 就是可能是體質 可能是天生的 所以 就會變成是說任何時候 我只要覺得說 我有一個更 更有效的方法 去獲取知識 更有效的方法 跟溝通 更有效的方法 去實際解決一些 這些問題 那但是 有別人還在 跟我堅持說 有比較無效的方法 比較榮的方法 是 這個能夠訓練 我的什麼韌性的時候 我就 都聽不懂 我就覺得是說 人家是訓練奴性吧 所以 所以 就是 就這樣 我沒有辦法勉強 做這個無聊的事情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每次只要 一發現說 有什麼方式可能會 真的比較好 那也沒有造成方面困擾 那我就不去用來的方式 那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我會 因為從小爸爸 就是跟我說 你要什麼 你只要不犯法 然後講得出道理來 都可以 所以 就是說 只要確定補犯法 或犯法有 有校長幫忙演 對 這個情況下 你只能講出一套道理 讓人家願意幫你犯法 那這樣的話 就 也都可以 就沒有犯法這樣 所以 所以這是我的 目前的一個收穫 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人 是很 很願意去 給空間 去創新的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創新沒有發生 很可能是因為 一開始那個創新 其實是為了什麼 就是說如果 像我現在 如果就是 要跟一個要自學的 學生 或者是家長 然後 像 其實不需要我 我弟弟 唐宗浩 他現在是專門去教 自學生的家長 怎麼教自己家的小孩 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教設 那所以 他就有個一句名言 當然就是 每次家長跑來問他說 我這樣子 開始把小孩帶進這種 自主學系 然後自己決定 這個 他的課表等等 他不會輸在起跑點上 的時候 那這個 我弟就會跟他說 沒有你要這樣想 就是說 在傳統教育的思維裡面 是你已經匡好一些跑道 那可能分足啊 分隔啊什麼 匡好一些跑道 大家正在這個 跑道上面 預備開始賽跑的時候 那你就已經 轉了自己的一個方向 然後自己就開始跑 所以不要 這不是輸在起跑點上 這是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沒有人跑你的方向 因為沒有人跑你的方向 所以你一開始跑就贏了 也沒有人會跑過來 所以 所以你就會 這個一直贏下去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具象的 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主要收穫就是說 其實 其實每個人本來就是 與眾不同的 那我們現在 號稱所謂一聲一刻表 是我們新刻表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每個學生可以去決定 按照他自己的性格 決定他想要選擇那些課 他想要做那些學習計畫 那但是 我想 在未來 就跟剛剛這個老師 開唱的時候講的一樣 就是很可能 我們現在 對學門啊 對領域啊 這些東西 大概可能都會打破掉 所以可能會變成所謂 一聲一學門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他自己想要在這一生裡面 去做什麼創作 或者是去發展什麼方向 去達成什麼社會使命 去解決什麼問題等等 是繞著這個去取得知識 繞著這個去跟別人互動 那這個東西就是 每個人本來 按照定義就是自己的方向 所以那個跟別人相同的跑道 那個其實是一個幻覺 那現在的好處是說 大家越來越看得到說 這是一個幻覺 然後 比較不會有個人跟個人中間 去比較的那種 什麼競爭力啊 什麼這個 winner啊 什麼有能有這種東西 所以我想我最大的時候 會不會體驗就是說 一旦一個人發現說 我就是可以有自己的方向 那反而是 從這個方向上面 有一些自己獨特的想法 之後去跟別人互動 反而變得容易 然後去達到更好 就是達到 不化彼此當作工具 而是當作彼此有各自的價值 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價值 這些都會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你就比較講得出來說 你是為了什麼而學習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講不出來 其實覺得說 這個課堂上面這樣子寫 所以我學這個東西 那當然其實 別人就算想要 給你創新的空間 他也不知從何做起 因為你還沒有形成一個就是 那你到底想做什麼 的這樣一個論述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說 擁有去探索 就是你要往哪個方向 做什麼事 然後第二個 他想清楚 然後第三個想清楚 過程裡面不是利用別人 而是說 也問別人 那他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一起去達成 然後一起去達成 我想這個是最大的一個收穫 那對於這個教育體制的批評 其實我一直覺得 既值 因為我裝錯之後 就跑去開公司了 那所以嚴格來講是黑手 對不對 就是說 就是非常實際去修電腦 的這樣子一種發展 那我一直覺得說 就在我創業這一段時間裡面 從九幾年 然後零幾年 然後到現在 中間台灣 又經過一段時間 就是好像 技職體系的 就是不太被看中的這個感覺 然後好像是 就是所謂的技術高中 現在叫技術高中 以前叫高級 好像是 他念完是不夠的 他一定要去念個什麼科 科技大學 然後也一定好像要走過一個 好像取得學位啊等等的 這樣一個路徑 然後之後才能夠投入產業界 可是事實上 這個也是你的幻覺 因為我們按照這個 台經院跟其他這個 研究單位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到技術高中 畢業的時候 已經有一期職場 或普通高中畢業的時候 已經有一期職場 你直接投入業界 去工作個兩三年之後 然後需要的時候再回大學 這樣子的話你的工作選擇 在於個人的這個成就感 所有這些indicator 都比無論如何要這樣 念一個自己不太高興的學習 然後把大學念完都來得好 那所以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還是有這種 那我無論如何就是要 先念完大學的這種幻覺 那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目前 我們蠻值得批評的事情 但其實這後面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蠻關鍵的 就是 如果大家18歲的話 其實在刑法上 在兒少保護法上 在大部分的法律上 甚至公投法上面 都已經算作是成年了 那也就是說 要負完全的責任 可是 但是在民法上面 還沒有成年 也就是說沒有完全的權利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不對稱的一個狀況 那結論就是說 從18到19這一段 就是你可以決定 你是先去投入什麼工作 然後或是發展一個不同的方向 而不是一定要把大學思念念完 這個關鍵的兩年裡面 其實是要家長幫你做決定 那意思是說你的決定 大概還是要家長同意 不管是什麼 開公司啊 或者是加入什麼 NGO啊 或者出去撞遊啊 還是什麼 反正只要民法上面需要簽字的地方 還是必須取得爸媽的同意 但是這個事實上是有一個解套方法 就是就16歲或18歲就跑去結婚就好了 但是 這個 這算可以提高生育率 但是 我可能沒有辦法 建議大家18歲就去結婚 這只是為了要這個逃避這個 家長簽名這件事情 這畢竟不是這個 每個人都做得到的方法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的法律設計 確實是讓大家在 就是18歲去思考說 那我這方法是什麼 這個關鍵的事件 好像有點往後拖兩年 可是 往後拖兩年 往往大學四年就過去了 所以 我們現在在做的具體 我不能只批評不建設 我們現在具體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會有各種不同的進路 就是說 你可以 在18課當實施之後 高一念 等於是不分析 就是 你念普通高中也好 技術高中也好 綜合高中也好 然後你找到自己的方向之後 不管是 普通轉技術 技術很普通 還是怎麼樣 這個轉嫌上 他們不會需要發很大的成本 然後在高二高三 就是用選手 或什麼方式 選到一個自己的志趣之後 也不一定要馬上去念大學 然後國家理論上會幫你存錢 那但是如果這件事情 就是你不想enroll 那你還是去念大學 那你大一大二 你也不一定要 就一定念完四年 那大學事實上 按照現在新的學位手語法 它是可以念十年了 就是他們可以開出一些 十年才完成的大學學位 那在這中間 就不是想說你去哪個系 它可以是以學院為實體 甚至是跨學院為實體 就是你到最後拿到的那個學位是 比較像遊戲中的成就解鎖 就是說你解鎖了這個學成 解鎖了這個學成 然後你就出去做對打怪 對打怪回來 你發現說你還是要點那個技能數 你又回來 但是已經是另外一個不同的學系了 然後你又再點了這個技能 點了這個技能 然後這樣可以點十年這樣 所以我想一部分這也是 因為很現實的就是大學很需要 一直招生 這個小資金化實在太嚴重了 所以這個大學跟終身學習混合 是大學不要倒掉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對大學的期待也在改變 就是說大學好像不是一個 它能夠馬上就是四年之後 就保證你之後都不用再回來的 這樣一種線性的發展 而是說你可以隨時跟大學發生關係 所以就是說雖然批評了 還是有建設 就是我們現在就把學會手語法 包含實驗教育三法 接下來也許會有社區大學法 這些最基本的法制建設把它調整到說 你看大學的時候是一個看資源的這個角度去看 而不是一個好像一個魔咒 就是你非念完不可的那樣子的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最大的一個差別 有位朋友這個問說 20位朋友問說 請問G0V的精神 是否可以帶入現今的行政體制 這邊知道所謂G0V的精神是什麼的 有一些 不是很多 那我們還是稍微開一下簡報好了 G0V的精神是這樣子 就是說 看一下 簡單來講 就是2012年底的時候 有一群人 其中一個是我的好朋友高嘉良 有四個人 他們看了當時拍了一支廣告 叫做經濟動能推薦方案 大家如果不記得的話 因為六年前可能很多人年紀還小 不太記得了 那個廣告是這樣子的 就是那些行政人在YouTube上方的第一支廣告 或者是前幾支廣告之一 那他們就是在說 這個 我們現在要推一個經濟動能推薦方案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東西 非常非常複雜 然後那個廣告裡面就是有一群試農工商 一群人 然後就看到一大堆這個預算 數字 計劃名稱 從他們旁邊飛過去 然後每個人都是一頭霧水的樣子 然後上面就寫經濟動能推薦方案 然後呢 旁邊那個口白就是說 這個因為太複雜了 就太難解釋 所以我們也要解釋 那反正大家相信政府做就對了 那所以這個 馬上這個就 大家都在YouTube上按這個 檢舉詐騙 然後呢 就下架了 這應該是這個 賢政院 這個一上架 這個瞬間就下架了廣告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你檢舉了他詐騙 下架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賢政院打一通電話去Google 他又回來了 但是就是說 這至少是表示說 大家都覺得說 看不懂預算 這個似乎不能就說 那就相信我們就好了 這中間好像有一點差距吧 所以就是大家 就是那四個人 當時就在一個黑客棟上面去 註冊了這樣子一個網址 叫做G0B.tw 那它的概念是非常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政府的網站 讓你看不懂 或者不好用 或者是這個 無論如何不夠開放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與其去罵政府 你不如就是改造它 所以就是 對每一個 你覺得政府應該要有 但是沒有的什麼什麼什麼 點G0B.tw 你都可以做一個什麼什麼點 G0B.tw 所以你在那個網址裡面 它不叫做立法院 L-Y-G-O-V-T-W 你就可以把那個 O換成0 變成L-Y-G-0-V-T-W 一個這個0的轉移 你就進入這個 網路 就是進入 臨時政府 這個立法院裡面 那所以 那在這個裡面 他們第一個做的就是 經濟動作推算案裡面 那個號稱大家都看不懂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 那所以他們 當時就是把預算 就是都是PDF嘛 電子檔案們去看懂 那它就是把這些東西 裝下來 然後把它變成 我們叫做結構化的資料 就是機器看得懂的資料 那它就針對每一個部會的 每一筆的不同的計畫 它的預算 大家都可以繞著它去做討論 你可以希望追加 表示不懂建議減少 要求身處 而且它會很貼心的 把一千億元 翻譯成35億元 所以這到底有沒有 什麼幫助 其實我也不確定 OK 然後你還可以 標記一些相關人士 對 那所以這一開始的想法 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果預算 讓人看不懂 那似乎不是人民有問題 不是公民的問題 一定是政府的問題 是政府 不知道怎麼好好講 讓它去看懂 所以這個是G-0-V-M 最一開始的想法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就叫做FORC 的Government FORC就是在資訊科學上面 就是所謂的分支的意思 就是有一個東西它發展發展發展到這裡 但是它本來要將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就把它帶往另外一個方向 這樣子叫做FORC 那在FORC之後呢 其實G-0-V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用的都是開放式的授權 什麼是開放式的授權呢 就是通常我們用的是 所謂的CC授權 Creative Commands的授權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創用的授權 那這樣子的授權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任意的去拿著這個東西 然後去把它再做額外的發展 所以不會因為我分支完之後 我又只能往這個方向 不是 任何人都可以再拿這個 再去發展別的方向 再繼續分支出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在一般的著作權法裡面 你每一次要去改做的時候 你都要問過我原作者 那但是我們現在用的 所謂的CC授權的意思是說 我們一開始就預先授權給你 所以你也不用問過我 事實上你完全不用通知我 你就可以去把它拿去做各種各樣的利用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每一次做了某一個版本出來 像剛剛那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那像地方政府想要用的時候 它又可以再分支一個地方政府的版本 所以像台北市政府 它第一次做參與式預算的時候 然後就連台北 它就是直接用中央政府總預算的 那個城市去改了之後 就變成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的城市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 就像剛剛實驗教育的講法一樣 如果釋出來 這個發現是這個走回頭路 可能還沒有人離開 但是如果釋出來發現 這個真的不錯 那它隨時都可以merge 它隨時都可以合併回去 那所以說這是分支嗎 這是合併 那這個合併的過程裡面 就是政府在下一次的招標裡面 或在它下一次的這個年度檢討裡面 它就會去看這個G0V裡面 很有那些想法真的不錯 那它就把它再合併進這個公務體系裡面 那又因為G0V的專案都已經 預先拋棄了大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所以它不需要再一個一個 因為可能五百個人有貢獻過 你如果要一個一個跟五百個人去談授權 那就是不可能談成的 所以反倒是說第一個人就先說 之後所有的人他只要對這個有貢獻 他等於預先拋棄掉諸多財產權 那這樣的話 政府要把它拿回來用的時候 就不用問過任何人 它就可以拿回來用 所以這個就叫做 待用政府 Stand by 到一個門 就是類似待用咖啡的意思 就是你先坐好一杯在這邊 然後等到政府需要的時候 就把它合併回去 所以像G0V的就是最早的這個專案 中央政府總預算 2012年底發起的嘛 那到2017年 它就已經正式合併回我們的中央政府裡面 那所以大家現在如果到 有一個平台叫做Jone平台 公公政策網路產業平台 Jone.gov.tw 那進去之後可以看到我們目前加盟的現實 跟我們監察院審計部 但是如果你按行政院 然後再按來監督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當年的這個城市 這個現在就跑在政府的網站上 所以從G0V回到了GOV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所有部會的 所有的自行關卡的 院關卡的各種各樣的計劃 1385個計劃 長照社會住宅 烏雪下水道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行下 沙輪什麼 公托計劃 智慧電動車 之類之類 那這些大概都是大家 相當關注的一些計劃 那你點任何計劃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最近上周在報的KPI 就是他們這個 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他是每個月回報的時候 他到底要做什麼 像就是金門大橋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執行成果 看哪些標案 哪些研究案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還可以去追這個 他的錢跟他的執行進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金門大橋 現在是9年計劃到第9年 然後他過了12個月 他的執行進度 還是停在9% 然後 然後 而且這個更奧妙的是 他的年累計 預算執行率 本來是100%的 但是接下來變成83% 又變成了35% 那各位不需要修貨會計 也應該要了解到 累計預算執行率 不應該往下 因為他是上個月 再加上這個月的 他怎麼樣都不應該往下 所以這個在這個管考上面 這是一張 非常難得一件的圖 就是來猜猜給大家看 好 那所以 那就跟當年這個G0B的一樣 就是每一個這樣子的 預算的項目 他都變成一個 我們叫做social object 就是一個大家可以討論的 一個社會的一個話題 所以底下當然是有留言板的 所以像我們這邊 就有一位訪客您好 他就在4月23號 留言 他的拼字不是很規範 對 他的拼字不是很規範 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想要表達他的真實意思 對 那當然就是我們的承擔科的朋友們 就非常非常仔細的來回 那簡單來講 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我們通知他沒有成效 終止次月 他把錢吐回來給我們 然後我們另外找了廠商發包 所以這個他慢慢把錢還回來 所以這個他就往下掉了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在當時距離2012年做的時候 是大家自己在那邊彼此討論 但是因為這個現在變成一個政府的 具體的一個政府的運作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的這些問題 其實承擔科都會上來回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不用經過立委議員的這個質詢所資 你也不用經過這個主流媒體的這個詢問 你也不用寫信給部長信項 基本上在這邊留言 那承擔科的朋友們就會直接回給你 那一開始大家這個可能都會 第一個直覺就是覺得說 那這樣不是多了很多工作嗎 這樣子我們政府的這個人員會受得了嗎 但是事實上我們是 這樣子run了一年多下來 承擔科的朋友們都是跟我說 這事實上是 攤提一下來是節省他們的時間 因為這個東西是他們第一次 可以公開回應這種東西 在以前不管是陳情 佐姿 部長信鄉 議員什麼 隨便什麼東西 他就是一通電話打過來 然後說金門大橋什麼什麼那樣 他每個人都不知道前面 有30個人打過這通電話了 每個人都不知道前面 有20個人寫過這封申請信 所以他在每一個上面花的時間 都是有限的 而且他會心情越來越差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可以說 都有在網路上自己去看 就是說他這樣子公開PO出來之後 他的那個inquiry 就是有人去找他解釋 這個就少很多 因為他就去google 他金門大橋預算什麼 就會到這一頁來 所以一方面說大家都知道基礎諮詢 那二方面他如果即使要追問什麼 甚至公開的追問什麼 他是在相同的這個事實的基礎上 承判人員不需要這個 每一次都大費口舌的再念一次 上面的這些一樣的基本資料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把我們公務員當責 就是我們應當要負責 應該要回應大家 那把大家問責 就是問我們到底這件事情怎麼樣 就是當責問責 中間這個叫課責嘛 就是accountability的這個機制 讓他對每一方都是有省到時間的 那只要他是對每一方都省到時間的 這這樣子的創新 他在民間發生的時候 現在政府就有一套有系統的方法 把他合併回來 那所以這個是最早的具體的例子之一 那其他當然還有很多例子 那我這邊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就快速的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也是在join平台上面 我們除了這個就是課責的部分 來監督的部分之外 還有提案的部分 就是任何人才連署到五千個人 去說那政府應該要出來給個交代 那這樣子這個政府就會出來 那這個叫提點子 但是嚴格來講 就是去年五月一號的這個提案 不能叫做提點子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負能量 他就是這個發洩這個一種 這個就是他用Mac報稅嘛 然後因為用的那個系統叫Java Applet 剛好在去年Oracle就不支援了 所以大家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按一大堆 這個事實上你要特別找才會 因為它就會顯示出一個安裝中請燒帶 但是如果你的流行器會擋騰 跳出視窗的話 那什麼都不會發生 所以很多人就坐在那邊等了一個小時 但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那所以就會很火 所以據說這個我們黃國昌老師花了四個小時 然後就還沒有報完稅 那是大家都心情都很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就一位朋友 就來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 那他的提案其實沒有任何建設性 他就是報稅能力 用到爆炸 這可能不是他的主要的訴求啦 就是現狀的療述 那他當然他內文就更多負能量 那我就不跟這個人說 那但是呢 就是說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我們現在有一個制度叫做 行政院級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 所以我們本來當然各部會就有 跟國會聯絡的 跟主流媒體聯絡的 但是呢現在我們就多了一團人 就是在每個部會大的部會 可能連三四幾機關都有這樣一團人 他們就是每次看這種快爆炸的東西 然後呢去實際的跟這些提案的人去聯絡 所以這是我們財政部的 楊敬亨他是他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所以呢他一看到之後呢 不到好像三十六小時吧 他就先取得我們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跨部會的一個網絡 那大家隨時都在聊天室裡面聊天 所以這個敬亨就馬上說 這個要馬上處理 不處理真的會爆炸 那所以他就立刻上去回音 那等到他上去回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相當多則留言了 我忘記這個上百則吧 那這些留言裡面呢 高達八成多左右 都是在說什麼類似財政部長下台之類的 這種東西 那只有這個一成多的人是弱弱的說 我們Windows都很順啊 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就是說 這個他是有一個風向的 那所以但是呢 今天上去他只是PO了一個很簡單的聲明 就是說我們會邀請所有罵得最熊的這些朋友們 幾月幾號這個歡迎來我們的這個協作的collaboration 這個工作坊 大家一起來試著把報紙軟體把它改造得更好用 所以這個大家只要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的建議 你就會受到邀請和女人這樣子 那所以他這樣子PO上去之後 非常的神奇 就是忽然之間高達八成的朋友都非常的有建設性 然後大家都開始提出說 我覺得這邊可以怎麼樣這邊怎麼樣 就是那個負能量完全就吸收掉了 所以這是很有意思就是 你知道腰會吵的朋友不是有糖吃 是進廚房 那就忽然之間他們都變得很有正能量 然後這個正能量就會影響那個討論版的風向 所以到大概這個發出去之後 到我們辦協作會的時候 八成多的朋友們都非常具有正能量 而且甚至有些已經開始提出一些具體的技術的一些solution 那只剩下不到兩成還在那邊弱弱的說 這個官貌倒台 在那邊不想下台 但是已經沒有理他們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邀請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過程裡面呢 當然我們就是實際的去邀所有真的 吵得最重要的朋友們來 那邀來之後就發現說 為什麼他們吵得那麼兇 是因為他們真的很專業 而且比我們專業 就是他可能是服務設計的專業 使用者體驗的專業 專業的部落客之類之類 那這個時候邀過來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你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把網路上意見收進來的時候 你不能夠去編輯它 你不能夠去和諧它 如果它上面寫字報多 我們真的那一場會貼的就是字報多 華麗到讓人迷惘 華麗到讓人迷惘 就是說 所有這些都 你不要原知原味的呈現 不然這個人家就是不會相信你 那所以我們用的方式就是 服務設計的一個方式叫做使用者旅程 就是大家從收到宣導到報稅到實際報稅 等等的每一個部分 我們都去盤點說大家感覺怎麼樣 那當然服務設計 我們目的是讓大家越用感覺越好 但是也有一位網友提醒我們 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對啊 大家不太可能越來越好 對所以我們只能說 那我們盡量縮短嘛對不對 長況不如短痛嘛 那所以我們盡量讓心情不要變差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們就開了四次這樣子的協作室的工作坊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罵的朋友都邀過來 然後跟我們的這個貫貿網路 就是我們的就是contractor 然後承辦的廠商 然後無趣國稅局的朋友 在專業的引導員的指導之下 大家一起去把剛剛那些vertical 就是每一個touch point裡面 到底講怎麼樣會比較好去重新設計 所以去年是長這樣 那今年如果你這個運氣很好 你用的是Mac或Linux或平板的話 那報稅界面就長這樣子 所以確實是好看很多 但是我想重點不是只是好看很多 而是中間是有大家的專業 像有專業的這個網路工程師來 然後我們在工作坊裡面 他要指出說 其實官報在那邊說 他要租一個機器 要租多少多少的流量 但是他是一整個月都租一樣的 他等於是滿硬體放在那邊 那但是呢 其實他的流量最高只有前兩天跟最後兩天 所以 中間都是在浪費錢 都是在燒錢 但應該要用所謂的 這個有彈性的雲端部署等等的這種系統 這個就很有道理 所以我們就真的去改到那個系統 然後就省了非常多錢 那所以這整個案子的預算其實是負的 就是說 我們省了非常多錢 用一個零頭去開這些工作坊 那所以到最後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我想重點還是說 如果你把罵的人當作報名 那這樣子到最後就沒有人要幫你罵 但是如果把它當作是來報名 那這樣子就 所有人都報名進廚房來 然後 那大家就會發現說 大家幾次訪問到最後 其實最後這個搜尋對大家都好 因為對所有人來講 要省錢的審的錢 要省風險的審的風險 這個不要難用到爆炸的 也有一個就是比較沒有到爆炸的這樣一個界面 那當然今年因為這個還蠻好用 所以就造成新的壓力 因為Windows的使用者不想要接Mac來報炸 所以他們也想要這個界面 所以這個我們是明年會一起把它做到 好 那所以雖然這個花了比較久 花了十幾分鐘 但是我想這是給大家一個paste吧 就是說如果就是罵 但是罵的過程裡面是隨時說 欸我不太罵但是我提出一個更好的見解 那這個更好的見解 我也不說你一定要付我2000萬的授權金 我才給你用 而是我白白的貢獻出來讓大家用 每個人都抱持著這樣子的態度的話 欸到最後我們就會有一個 非常好似的回去 好 有一位指考生說 這個想請問政府如何解決 在數位上的世代差距 就現實上來說 很多長輩其實是停留在亂傳影片 就已經非常的滿足 該如何著手警導他們學習 並且接納新的科技 我是覺得這個用Line傳影片沒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還用Line怎麼比你熟 就是說 它重點是它的情感需求 什麼關係可以滿足 它的情感需求 它會用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世代差距 它其實是就是每個人 他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時候 他有不同的情感需求 那我想這個才是真的 那你說 如果在台灣就是沒有手機 事實上台灣沒有手機的人 應該不到百分之十 然後 或是說他沒有寬頻 如果你在台灣 但是近年沒有寬頻可以裝 那個就是政府的錯 因為我們這個 蔡英文總統的競選政見是寬頻人權 所以就是說 能夠用寬頻 不管你是在金門馬族 李老田鄉 原住民族 任何地方 這個理論上都要寬頻可以用 如果沒有的話是我們的錯 那所以在就是一定有這個網路可以用 而且絕大部分 都有手機的這個情況下 重點仍然是說 就是他用的這個方法 跟你用這個方法 中間有沒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那這個是雙方都可以去做調整的 不是說 一味的是說 欸 一定要阿公阿嬤都來用V卡 這好像沒什麼V卡 就是說 他都可以回不同的社群嘛 但是就是說 你試著找到中間一些 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像 我印象滿深刻 就是說Pokemon GO 剛剛出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精靈寶可夢 就是大家就是 去逛那個台電的變電箱 的那個遊戲 就是 變電箱大巡頭的這個遊戲 那在那個遊戲出來的時候 我就印象很深刻 就是 在街上有一大堆就是 看起來 就是 年紀是 年紀滿大的 好像已經退休了 跟年紀就是比較輕的 看起來是小小孩 那看起來是 有在組隊 可是你看不太出來說 他是阿公阿媽帶著孫子孫女 還是孫子孫女在帶阿公阿媽 因為就是 兩邊都這樣盯著 那個手機看 然後 就不斷交換整個戰報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 重點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是全新的 它不是雙方任何一邊的 Native的經驗 所以當這個全新東西出來的時候 不管你是 剛剛是AR嘛 或者是 剛剛 林妍老師有提到AI嘛 或者一些東西 只要他出來的這個東西 不在任何一個別的人 這個經驗比例多的情況 他不能說這個什麼 我走的橋 比你走的路多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就是說 大家都沒有這個累積的經驗 因此也沒有成縣的情況下 那這個情況其實是 最適合彼此去合作的 那當然也不只是 這個阿公阿媽帶著孫子孫女 我孫孫女帶阿公阿嬤 有些那個中生帶子的 如果工作稍微有一點空的時候 也常常看到他們 就是可能開個車阿 一路都開到時速29公里阿 就一直開一路抓 我連說每個人都會有貢獻 這種就是 每個人都有貢獻 但又沒有誰一定會 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是 最適合時代之間 彼此去創作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阿 還是就是試著去找到一些體驗 這個體驗是 對你們都是新的 那雙方都覺得在裡面 獲得一些情感上的滿足 那不管他是AI也好 或是你別的遊戲也好 我覺得都是 不是說你來引導他們 是你跟他們一起學習 那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也是我們新課綱的一個精神 就是 老師不是 著手引導學生 往特定的方向學習 老師是 展現給學生看說 作為一個學習者是怎麼樣 就是大家一起學習 那一起學習的過程裡面 自然就是雙方都會 有所獲得 然後再次聲明 忘愛傳影片 並沒有什麼可持的 忘愛傳影片 是很多人心靈的寄託 OK 有一位朋友說 不要坐票 顯然是有人已經掌握到 坐票的方法 這個我相信大家的這個誠信 OK 有一位這個朋友說 他想出櫃很久 真的給意見 而且這是一位有劇名的朋友 所以現在這個朋友已經不需要我的意見了 這個人是這個 所謂撐亂出櫃 這個概念 那至於是自己出櫃 還是幫別人出櫃 我就不知道 對 那我想最簡單的道理 就是說 出櫃就是要像剛剛那樣子 就是一個 一個就沒什麼的事情 那你越沒什麼 那你旁邊的這個家長或老師 又會覺得說 哦 原來這樣子 就這樣 對不對 那你如果越是這個 可能之前很壓抑啊 哭哭啼啼的啊 出櫃的時候 弄得好像要這個 要哭要鬧要上吊 還是怎麼樣 對的那種感覺的話 那其實人家不是對你出櫃有意見 人家是對你那個情緒反應有意見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台灣當然 很多這個大看之下 可能覺得比較保守啊 或之類 可是只要你好好講 其實 就是 就算他一開始有一些情緒反應 但是他是不會彼此升高的 因為 不會是你在情緒裡面 然後看到他的情緒 又被他 這個情緒又墊高 又墊高 那那樣子就會當然出現 各種不幸事件 那但是如果你 一開始自己是處在一個 就還不錯 然後可以開自己玩笑 slido就撲上去 對 這樣一種心理狀態的話 那不管你旁邊的人 反應是怎麼樣 你都是可以好好的 就事論事的去講 那所以我 這是我的具體意見 有24位朋友們說 要如何看待關於大數據 跟個人隱私中間的衝突 大數據跟個人隱私中間 其實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是沒有衝突的 就是說 就是說 這邊講大數據 一般 因為大數據這三個字 已經就是 泛濫到一個程度了 所以 它已經喪失定義了 所以 我是 就是用我自己的 這個想法來想 這個 我們 在行政院裡是反正 巨量資料的 大家這個 忍耐一下 好 那就是巨量資料 是Big Data 它的意思 在我們行政院裡用的時候 是說 它的資料量大到 一個電腦 或一台機軌 都放不下 那它的資料來的速度 快到說 你沒有辦法即時的 去用一台電腦去處理它 那它的來的這個 多元的程度 就是 不管它的 格式的多元的程度 或者是它的 來的 不同的地方的 多元的程度 等等 它是多樣到一個 你沒有辦法 用一台電腦去模擬的 那 所以就是 不管它的量 它的速度 它的多元的程度 要大到說 一台電腦放不下 這樣才叫巨量資料 或是叫大數據 那如果你一台電腦放得下 那個就是統計分析而已 那個是沒有大數據 可以的 好 那這個東西跟個人資料中間 為什麼沒有衝突 是因為 如果個人資料 它是放在一個 好像說 你用健保 它是放在健保資料庫裡面 健保資料庫裡面 有你使用健保的這個紀錄 那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它當初要蒐集 你用健保卡 那是因為 它要付給那個診所 你的就醫的費用 就是說它是一個保險 所以保險公司當然理論上 它應該要有你的就醫紀錄嘛 不然它怎麼去算 就是臉書 它怎麼去付錢給醫師嘛 所以說 它的收集 它在經過的處理 就是好比像說 把你這一個月的這個 這個就醫紀錄加起來 或把某一個診所的 所有人就醫的這個錢加起來 然後呢 它就算保費 然後就會給那個醫院或診所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搜集處理利用 那搜集處理利用 這裡面 它都是為了 它當初的這個目的 就是你要看病 然後 幫你看病的人 他要 要有錢賺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概念 那如果它的利用 是合於本來的這個目的的 那本來 就沒有任何衝突 就是你本來就可以去使用這件事 那這個幾乎是不會是大數據 因為那就是一家院所得 或者是你一個人的就醫紀錄而已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說有衝突 是因為 有一些朋友覺得說 如果你是把所有人的這個個人資料 所有人的就醫紀錄 你去做一些趨勢的一些分析 你去做一些統計的話 那你就可以找到說 好比像說流行病的這個傳染的路徑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找到這個最近什麼 耗發什麼跟這個氣候有什麼關係啊等等 去做一些統計的一些趨勢的一些分析 那但是這個趨勢分析 所謂的優化決策效能 它為什麼會覺得跟各自有衝突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 它去做這個分析的時候 它已經超出它本來運用的那個目的 所以也就是說 它是叫做目的外的使用 那這個目的外的使用 如果又沒有經過你的同意的話 那就會造成一個資料品質不良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建立這個搜集處利用 都是為了這個最後利用的目的 所以資料品質好不好 都是以這個資料品質 最後要用的這個東西去算的 但是呢 你現在要把它去做別的利用 那這個時候 它當初在蒐集或在處理的時候 它勢力是沒有辦法想到你這個新的用法 因為沒有辦法想到新的這個用法 所以它就會產生品質的這個缺漏 那產生缺漏 你又沒有去問過使用者 那它也不會幫你補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只能腦補 那腦補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要去猜嘛 你要去做一些就是profiling 去做一些撲毀 那缺的這些部分 它比像說 當時這個分科就沒有分到那麼細 或者說醫生的那個診斷 它裡面就是沒有這些資訊 那你就要去猜 可是這個猜 腦補雖然很補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 就是說它只是拿你現有的一些bias去放大而已 就是有些偏見去放大而已 所以你就好像一個 從來不會頂嘴的一個秘書一樣 就是你問它什麼 它都去攪拌去攪拌 但是你每次指示裡面有些偏差的部分 它就去腦補去腦補 那到最後它做的東西就已經是歪掉了 那而且它還不會回來告訴你說 這個你搞錯了 因為它是機器 它不是人 所以它還沒有辦法去糾正你 所以我們現在一般的想法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概念叫做 Data Agency 就是說資料自主權 就是說如果現在你可以上健保署的網站 然後去看說有哪些研究現在進行 然後你可以選擇說你要參與哪些研究 事實上Apple Health就是這樣子做的 就是你把我現在戴這個手錶 它雖然量我的心跳 可是那完全只是我自己用 就是個人利用 但是我如果要授權哪個研究使用 那個是我要先看說 這個研究在算什麼 那我再去使用 那這個好處是說 我史前已經知道這個研究要研究什麼 所以我在好像說穿手錶的這個 是幾點到幾點 我這個Happy上面 我自己會去判斷說 那我這樣子對這個研究有沒有貢獻 因為這個是在我知道的情況下發生的 所以這個研究所收到的資料 它就不需要去腦補 因為它是在大家都知道 它要做這樣利用的情況下去使用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說 任何人他越inform 就是他越知道大家要怎麼樣利用這個資料 我們很可能很願意加入 但如果你連告訴都不告訴我的話 那其實我也就不知道說 我這個資料品質到最後 跟你要的那個東西有什麼落差 所以我想Data Agency越強 就是資料的自主權越強 你越能夠像剛剛講的就是accountability 你越能夠去問資料的處理者說 那你現在再有沒有給別人利用 或者是說我能不能做修改 我能不能做刪除 我能不能把它帶到別的地方去等等 你這些自主權越強 那就會變成是說這個資料品質越好 那如果這個資料品質越好 大數據做出來研究 才比較有可能是真正的研究結果 而不是只是那個研究人員 一開始的那一批人的這個偏見的放大而已 那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我就不講某一家的這個網路 一家很大的公司 它有線上的免費儲存 這個相片的服務 那這個服務呢 它在一開始幾年之前 有自動下標籤的這個功能 就是它會自動幫你去裡面找到東西 然後去做分類 那在當時是大數據應用一個非常突破性的應用 就是它在圖片裡面自動辨識 可是因為它是目的之外利用 它一開始用的訓練那個 ImageNet 不是為了這個東西而設計的 所以當它這樣子訓練出來之後呢 就發現說 應該說它就直接Release了 那它Release出來之後 大家一用就發現說 很多黑人的照片 都會被歸類到大行星那邊 對 那因為它一開始就不是為了這個 就是拍人的社會的照片的辨識去使用的 ImageNet它一開始是一個建門綱目科書中 就是各種各樣子 好像百科全數一樣子的東西 所以它裡面大新鮮的照片比例很多 所以到最後訓練出來就長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一開始的蒐集的時候 不是跟那個目的有所對齊 那就很有可能 就那個偏見會不斷的加深 而且還會造成公關上面的危機 所以我覺得這個 Data Agency當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當然不是無限上綱 不是說我們要去問每一隻大行星 要不要跟我們拍照片 但是就是說 在做這個蒐集跟處理的時候 理論上真的是目的外之利用 它可能只有一些統計的演算法 就是去算說有幾張照片的時候 大概不會有Bias的部分 那所有牽涉到比較像價值談論的部分 我覺得都還是要回到一開始蒐集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有inform content 就是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 會不會這樣子用 有二四位朋友們知道說 對於學校討論 因為手機的遊戲泛濫 而要對手機進行管制有什麼看法 我通常不介入校五 大概我分享一下心得 就是說其實我為什麼會用slido來讓大家發問 除了說人真的非常多 傳麥克風傳完的話大概就下課了 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知道我沒有辦法跟各位搶手機的注意力 就是說大部分兩個小時的演講 大概就差不多到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第一個小時過去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開始有一個影頭 就是他會想要按個讚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想要碰一點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會有一股衝動 對 那如果沒有滿足那個影頭的話 就是可能會開始發抖之類的 對 那我們當老師其實非常非常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基本上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像這邊講的就是 你就手機管制 手機就不要帶進來 那這樣就是要面對一堆這個 大概到第一個小時就開始發抖了 這個出現借斷症狀的朋友們 對不對 的學生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比較有建設性的方法 就是把大家的手機承受過來 所以就是說大家如果現在在slido上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隨時 你只要一有影頭想要按個讚 你總是有讚可以按 如果想要PO一點廢文的話 你可以隨時有一個地方幫你PO配文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會把那個能量 還是把它聚焦到這一次的演講上 而不是讓它散開 那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跟各位的手機 搶各位的注意力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 把各位被搶進手機的那個注意力 再回來拿到教學上面使用 那我目前覺得這個第二個方法是 比較好一些比較人道的方法 對 那也比較人道的方法 那但是就是說 我再次聲明我就不介入這個特定學校的校務 有二三位朋友們想知道 竹中在號稱的新教育改革上 其實是有部分在執行的 但是有些效果卻難以彰顯 請問可以聽到我對於高中教育改革的看法 可以給一點建議嗎 這個也是屬於校務 但是我可以一般性的給一點建議 我那時候在審高中課檔 我們在做高中課檔 我是課發會 不是課審會 我們在開發高中課檔的時候 我常常開玩笑的時候 我是這個最中立的 因為我沒有念過高中 所以每個版本對我看起來都一樣 而是可以就事論事的去看它 那我剛剛其實已經有稍微講到一點 就是我們希望在高中 把以前要到大學才能夠做的 就是透過這個選修來試自己的興趣 然後透過在不同的 就是應用跟學術中間切換 來找到自己的社群 然後透過具體的 大家一起繞著一個題目去解決 而不是大家分別在科目裡面彼此競爭 等等的這種方式 去建立人跟學術的比較深厚的關係等等 這些部分大概是新課堂裡面 對於高中教育的期待 一句話講就是把大學的理想 提前到高中實現 那但是這件事情的它最大的困難 並不是在所謂素養導向 怎麼樣變成大考中心 因為那個我們已經提前做了好幾年的研究 現在應該已經調整得差不多了 那也不是在師子培訓 因為其實大家共同備課 組成教師社群等等這些東西 我覺得大家大概一兩年左右 應該就可以慢慢上手了 事實上最大的困難還是在家長 就是說如果家長還是覺得說 你在高中的階段 你還不是一個大人 就是還沒有成年 還是要規矩矩矩的 雖然我也不知道規矩是哪一年代的 但是還是要規矩矩矩的 先進有一些最基本的 什麼什麼東西的話 那那個什麼什麼東西 就會變成是這個學習者 他必須要調和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想就是說 學習向上管理 就是說 教高中生怎麼樣好好的去跟家長也好 或者是他的別的長輩也好 去講清楚說 我現在在新的課綱裡面 我有這個選擇權 那我為什麼 竟然跑去選擇一所這個學校的電競課 為什麼這個整天都還打電動 就是說 如果你講得出一個道理 那我覺得我們做課綱 做課法會做教師 基本上就是要幫助大家去把這個道理講清楚 就是為什麼大家做這樣子的選擇 跟這個選擇 跟你的社會全認可的價值中間 還是可以找出一些關係 我們當時在協調 就是在高中開電競課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瞞大家說 就是也是像文化部的朋友 當時是非常的抵制的 他們是覺得說 就是又不是傳統文化 確實電競不是傳統文化 那沒有傳統課言 這個人電腦才出現30年 所以就是說它不是傳統文化 所以好像沒有必要去發揚光大這種 兩三年就會變的這種東西 那但是後來 我怎麼樣去說服文化部 或者是甚至我們教育部的朋友 就是說首先就是說 電競它當然不是體育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身體動的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它是運動啊 它是運動 因為我們下圍棋的國手 那個叫做智力運動 那個本來就是一種運動 而且事實上也可以服替代衣 然後也是有專班 是有危機專班的 所以我就跟這個文化部的朋友們 當時有一個講法就是說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像剛剛講到的這個科捷啊 或者這個念偉品啊這些 反正這個新一輩下圍棋的朋友們 現在都是在電腦上下網路圍棋 他們下網路圍棋的版數 絕對比他們在實際的木質期盤上下得多 而且它下的時候不是只有兩個人摘下 是一堆鄉民在那邊圍觀刷屏 另外就是說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也是非常快速的反應 那線上堂都是下快棋 所以它是那個智力運動非常的劇烈 而且也是有時間的繩子 簡單來講圍棋是一種電競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從小下圍棋了 這位文化部的這個承辦人 就遭受到一個文化衝擊 大家不知道圍棋已經是一種電競了嗎 但是等到它確實發現圍棋已經變成一種電競了 而且就跟大部分電競一樣 BOT打得比人好 這個情況就是機器人打得比人好 這個情況的時候 它就發現說那確實就是電競 跟它小時候首先那個圍棋 其實是非常多相同的地方 那如果你覺得這邊是運動員 那你不承認那邊是運動員 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重點還是說 你要去把他的生命經驗裡面的某些部分 他認同的某些部分 經由某些轉譯 去讓他感覺到說 所以你現在認同這個價值 只是換了一種形式 但是它還是同一個價值 那這種共同價值的建立我覺得是 接下來我最主要的建議 就是說如果大家的家長長輩 爺爺奶奶或怎樣 覺得說就是接下來那麼大的空間選修 甚至是壯遊啊什麼 各種不同的東西都出現的時候 然後怎麼樣把他們的經驗 跟這樣子的選擇性的實驗性的經驗 把它結合在一起 有位朋友說 這個老師也不給我們上課練習 往電動QQ 那所以就是說到底這個之後 新課剛上路之後 這邊會不會出現選修電競課呢 當然大家都這個拭目以待 那有位朋友說 這個母親不給他往電動QQ 那我就幫QQ 好 有十幾位朋友說 這個是否贊成台灣十層共產體制 這兩好問題 其實共產體制 簡單來講就是說 任何東西大家都只有使用權 而沒有所有權 那這件事情其實 我自己覺得 就是隨著一個社會 它的數位化越徹底 那其實大家就會感覺到說 一個東西數位化之後 它真的是只有使用權 而沒有所有權 這個講的是很抽象 但是實際上就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在圖書館借一本書 那這本書圖書館裡就沒有了 然後別人就沒有辦法借了 那真正的共產制 那你就要有一個委員會 然後上面還要有這個領導 有數位愛 什麼東西 然後去幫忙決定說 這本書 這個要怎麼樣公平的分配在大家之間之類的 那但是 如果你把這本書電子化了 那就每個人都有一本 你想要的時候 你就放一本過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一個東西數位化之後 它其實就進入共產的世界 就是說反而是你在那邊去要說 要私產 要變成私人財產 你必須是用一些技術把它加以限制 就是讓你在拷貝的時候 這個按複製鍵的時候 他會跳出來說 這個什麼好孩子是不拷貝的 之類的 我不知道現在我也是用什麼措詞 但是就是說 你要特別花一些時間 花一些技術 你才能回到就是私產 私有財產制 在線上的東西 在數位化的東西 它本來一開始就是共產的 就是理論上是任何人都可以 任意的去利用的 所以 欸 我有朋友舉手 想問一下是說 你覺得 可是現在的情況有時候是 就是當這些智慧財產 連陸到現在新的智慧財產資本家 的手上的話 那這種情況 這種所謂 先數位的東西即是 共產的東西又可以實現嗎 欸其實 就是說 智慧財產這四個字 就是一個幻覺 原來在法律上就沒有智慧財產 在法律上有的是 著作權 然後專利 然後營業秘密 然後 集體電路布局 商標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它有一個家族相似性 家族相似性在哲學上就是說 有一堆東西 像一個家族裡面的人 你看起來 你隱隱約約覺得他們有一點像 可是他們中間沒有任何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 你找不到一個東西是貫穿這些 他們都是的 好 那所以就是說 雖然這些東西你可以包一包說 它是智慧財產 但是在法律上 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它的定位 它的起見 它的公益目的 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我會盡量不用智慧財產這四個字 因為大家在聽到這四個字的時候 腦裡的 reference class 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如果你在台積電 你像智慧財超級想要就是 營業秘密跟集體電路布局 可是你如果是畫漫畫的 你像智慧財大概想要是著作權 那你如果是做科學的 你像智慧財很可能想要是專利 所以就是說 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個現場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會推薦這個 大家如果對這個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本最近剛出的書 叫做 Open Revolution 那它裡面就是把剛才這位朋友講的 就是 所謂的 就是 現代的這種 運用所謂的智慧財產 來 把本來應該是共產的東西 又變成私有的東西 那 這本書當然它是共產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下載PDF跟EPOP 然後 你講完之後 決定要打賞它一些錢 你再付 你覺得 喜歡付的錢 好 那所以這是一個共產的概念 對不對 就是你有多的 你就 捲一些出來 你要是很窮 你就下載PDF看 這樣 然後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些 這個 很有名的人 都喊我啦 都在推薦 那這本書 基本想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如果你把 一首歌 好了 我們一首歌 當例子比較簡單 你把MIDA一首歌 當作是所謂的智慧財產 那這樣子的話 這首歌 你每一次要下載一首歌的時候 你要付一次錢 這樣子 一件事情 它會讓音樂的傳播變得很困難 那到最後就會變成是 一個 要嘛就是大家都養成違法的習慣 就是說 那就用這個所謂盜版的方式去取得 那這個對於法治國原則是不利的 因為大家都 就是習慣了犯一些 無關通陽的法的時候 那就會養成一個犯法也沒什麼的感覺 這其實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那要嘛就會變成是說 那會變成只有一些主流的大的這個品牌 它是因為一直打廣告 然後可以用各種分送的方式等等 所以就會變成主流的音樂的品味 會滲透到所有的地方 那反而是獨立的創作者 或者是用這些音樂去進行混搭的 二次創作者 三次創作者 會陷入一個很不利的地位 那這個對整體社會文化都沒有幫助 那它提出來的解決方法 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那就是如果有用過Spotify 或者是Apple Music的話 就是那個方法 就簡單來講 你每個月就是購Netflix 就是你每個月就付一筆錢嘛 那這筆錢按照你實際那個月 去播的這個音樂的次數 然後算錢給那個音樂家 那現在有很多在網路上面的這個公社型態 他們叫Platform Co-op 就是平台合作社 就是讓音樂家上傳音樂 然後你點一次的時候 你付一點點錢 點第二次播放的時候 你再多付一點點錢 然後你點到第九次的時候 整首分就等於下載走了 現在有一種很多這種就是 新的付費方式 它能夠讓你 要嘛就是每個月一次付一筆 然後中間按照比例去扣 要嘛就是說 甚至你不是付這一筆 因為這一筆已經放在你的 好像說寬品費用或什麼裡面 像公共集團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做的 那在這些情況之下 第一個就是說 創作者還是收得到錢 他是按照他的作品實際 被使用 他對文化的影響 決定他收得到錢 但第二個是說 那任何人都可以在這上面去做二次三次的創作 所以他的這本書 主要的argument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改成這樣子一種收費的方式 其實Smartify或Netflix 已經有一點像這樣 他只是用思路們 而不是公共的力量來做而已 那如果我們把所謂的智慧財產 改成這樣子一種 他叫Remineration Right 就是補償式的支付的話 那他覺得說這個是對所有人都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說我們自己作為創作者 你可以選擇採用自己自己授權 然後你的付費模式可以是採用贊助式 每月訂閱 有多少人訂閱 我就創作多少東西的那種方式 那這個是你任何人一開始自己就可以做的 那第二個是說 當然我們在就是國際談判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盡可能去看到說 每一個不同的智慧財產 所謂的智慧財產 就是著作權也好 專利也好或什麼東西 它都要有一些合理使用的一些條款 就是說當你去 譬如說在公園放土風舞 還是什麼流行音樂 然後大家在旁邊跳舞 那這個理論上是公開播送 那理論上你也要付授權費 但是我們在公園好像很少 就是聽到有人在付授權費 對 那這在目前的著作性化 其實是可罰的 那但是 但是同樣的道理 為了不要讓 跳土風舞 跟阿公阿嬤養成犯罪習慣 我們在 就是 對啊 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新版書的學習法 已經特別在說 像這種情況下 它不是為了引力 它雖然是公開播送 不特定的人都能夠共文共旨 但是它可算做合理使用 就是我們會把合理使用的那個鞭接 在法律制定的時候 再把它弄清除 然後你把它弄快一點 所以 一方面你個人創作的時候 可以選擇加入CC的 creative compound的陣營 二方面我們在法律上面 可以讓合理使用的鞭接變快 那慢慢慢慢 慢慢我想大家會發現說 共產主義真的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可能一兩代之後才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至少現在已經有一些小區塊真的試著這樣子做 那這樣的好處是我們挑戰的 它可能比較是著作權的這一部分 這是最不影響到國際共產主義的 那我們不是一下子就要挑戰集體列入布局 那樣子台灣在國外馬上就會受到威脅 但是這兩個都是這個智慧財產 所以我想是說大家還是從簡單的術手圈 把新手圈先練一下 然後再去網專利圈這些東西去做 那希望有回答到一點點你的問題 有位朋友問說請問在男校遇到對性別有嚴重刻板印象的老師要怎麼辦 這個你可以參考那個性評教育吧 裡面有些方法 但是我想重點還是一個就是群體的感覺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他有嚴重刻板印象 嚴重的意思常常是說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嚴重的刻板印象 對就好像說我們就是一個人他嚴重的遊戲成因 最重要的一個指定就是他不覺得他有機會成因 所以這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說我想就是說要抱著一些憐憫跟寬恤的心情 就是說要知道說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保持一些幽默感 所以就在過程裡面試著去啟發或者去引導說 對說說說這個 可能有一些事情他 他並沒有發現到說這樣子講或這樣子想或這樣子說 這個其實是有干擾到這個旁邊的人的 那甚至有的時候你可以用什麼靠北什麼 或可以說什麼 隨便什麼樣子的這種方式去提醒他 去提醒他說他的不管錯字還是他的想法 實際上是有一個更好的這個solution的這樣子 舉例來說像最近新聞常常出現求歡不成四個字 那我們就可以恰當的提醒 說這四個字的人說他是強暴為罪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他在法律上是什麼字就用什麼字 不要用一些就是充滿了性別刻板印象的字 那我想這個也是性平法的精神 就是說我們一切東西都是以他實際的名字來稱呼 然後盡量不要用一些loaded names 就是說好像他一面稱呼他 就是裡面有暗示什麼別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在底下已經很多朋友展現了他們的緋聞力 那這就是蠻好的 表示大家的這個這個成癮狀況都有得到緩解 那請問現在虛擬貨幣的情況 會不會造成經濟上的問題 現在的虛擬貨幣當然還是以比特幣為主流 那但是還是有以太坊有非常多 所謂的alternative coins 現在虛擬貨幣的情況 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經濟上的問題 它當然讓洗錢變方便了 但是洗錢本來也有很多別的方法 那但是在過程裡面我想造成最大的問題 反而是能源消耗上的問題 因為比特幣現在有兩個主要的基礎上的挑戰 一個就是說它非常的耗電 所以如果它採礦的 或者是完整的一個note 要在這個手錶上運作的話 那大概可能50分鐘不到 這個手錶就沒有電了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耗電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它消耗的電力也超出 它對於經濟體制所提供的這個價值 所以這個部分是大家都在試著解決的問題 這是一個數學問題 如果你是數學家的話 歡迎投入這個行業 因為這個我想加密貨幣 它沒有解決太多的大的經濟問題之前 它第一個解決就是純粹數學家的就業問題 純粹數學家現在都變成台灣的富翁 所以尤其如果你做密碼學的話 所以就是說至少它解決了這個 Basic Research Funding 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還蠻好的 那但是另外一個困難就是說 它現在一秒鐘能夠處理的交易量 是相當低的 你如果跟全球信用卡的交易量 全球其他的貨幣的交易量去比的話 就會發現是說 它的交易速度就差不多 比較像貴金屬的那種交易 就是比較像黃金的交易速度 你要搬是很慢的 那但是它沒有辦法像就是現金或信用卡一樣 才能夠很快的去每秒鐘進行交易 那所以這兩個基礎問題 現在都有人在試著解決 可是解決的過程就發現說 你有時候一解決就讓這個網路 很容易被take over 很容易被攻擊 它會威脅到它 比特幣一開始最厲害的 就是它的那個穩定性 所以就是說 你在如何再不影響它的穩定性的情況下 又可以解決它的耗電跟 就是處理這個 transaction 就是處理交易比數的問題 這個是非常夯的一個研究題目 所以再次就是如果你對純數學 尤其是密碼學 有興趣的話 歡迎投入這個研究 那這些研究 我現在看不到說 這個一定會在兩年三年 或者十年去完成 但是如果完成到一個程度的話 它確實就比較有可能當作 貨幣使用 在此之前 我們目前都把它當作叫做 分散式帳本使用 就是說它可以讓你很便宜的 去買到一些信任 買到一些這個 這個責性 因為至少 雖然它這個 比較慢比較耗電 但至少它很難去篡改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 在一些群眾募資的專案 或者是在一些 空氣品質的感測 這種 大家都有 很有動機去事後修改的 這樣一種地方 你要怎麼樣說服大家 去相信 這上面的這個數字 那就是靠著把裡面的每一個 像要捐錢去寧波爾 這個洪水災後重建 並不是每個捐錢的人 都能夠就是去寧波爾 去實際看 那同樣道理 他們就是用區塊鏈 但是不是當作加密貨幣去使用 這上面追的都還是 台幣 或者是他們當地寧波爾的貨幣 但是至少它是放在一個 分散式的帳本上 這應該是以太方 那大家都可以發現說 你只要一登上去 那這個網站就算倒了 那它可以很容易 從以太方重建這個網絡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任何人想要事後竄改 這是雖然很困難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如果想要竄改 他馬上就會被發現 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們一些民意調查 大概都顯示說 當你知道你捐錢到那個單位 他沒有辦法自己把它就是扣掉 那或者他如果被扣掉 一定會被發現的 這個有責性的情況的話 那大家都比較願意捐錢 所以至少就是 稍微用便宜的成本 買一些貨幣的這種分散式上等的用法 我想這是它的一個社會價值 但是它要真的當作 國畢實用 還有一段路要走 有18位朋友說 多面向或者是高專業 或者是高知識的職業 真的不會有被取代的危機嗎 多面向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難被取代 高專業高知識應該是先被取代 就是說 因為我們講的高專業常常是說 有固定的輸入 然後你給出固定的輸出 但是你的專業呢 就是所謂訓練有素的狗 就是說你可以別人這個四個單位時間 你一個單位時間就可以完成 或者是說別人在這個一次只能 你不能處理十個 但是你可以 它只能打十個 你可以打一百個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就是 純粹比量 或純粹比速度的話 那這個東西 就算在專業 大概都很容易被取代 因為目前這一代的人工智慧 就是所謂的集氣學習 或所謂的深度學習 它是很窄的 它是說narrow AI 就是你一定要輸入非常確定 輸出非常確定 中間有大量的資料 那它就可以學會這個東西怎麼做 但是越專業越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工具人嘛 就是說這個技能導向的 你具有某個工具人的技能 那你越容易被人性工具所取代 事實上很容易就被取代了 但是如果這裡面 輸出不是很確定 或你的輸入不是很確定 意思是說 你要按照情況去做判斷 每一個人來做都不一樣 它比較有創作的性質 它需要不同的生命經驗 那目前我們並沒有任何人工智慧的演算法 能夠去重現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每個人來做都不一樣的東西 好不像說教學 那這樣子的話 大概是不會被取代 因為每個人做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大量依賴你的生命經驗 跟它的生命經驗中間 產生溝通 這樣子的這個能力 所以這樣是覺得不會被取代 就是說當每個人生命經驗越不一樣 做出來的東西越不一樣 那些東西是不會被取代 那如果是任何人來做都一樣的東西 好不像教學裡面有些部分 可能是批蓋考卷 假設是一些數學運算式的考卷 你要去批蓋 那確實現在你就拿手機從頭掃到尾 你就批蓋完了 那所以任何工作裡面都有融的部分 那這些融的部分是可以被取代的 但不表示整個工作被取代 這是目前的實際情況 有位鄧伯林君說 這個 想請問您覺得要如何讓別人畫出同溫層 很多時候人只會聽自己想 聽得看自己想 但但此時如果出現一個新的觀念 或新的想法成為利益良好 卻容易被攻擊被取解 最後劣比取出良筆 那麼資訊的流通反而走了回頭路 怎麼樣讓別人畫出同溫層 希望你沒有辦法改變一個人他的想法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可以改變他的感受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像我們在G0V 剛剛大家提到G0V G0V的重點並不是寫這些專案 這些專案只是我們交朋友的藉口 那這個G0V它的最核心的 就是它兩個月一次的大型的黑客松 從2012年到現在所謂的大松 跟中間一些中型的小型的一些黑客松 那這些黑客松都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G0V幾乎所有的預算 所有捐的錢 所有所謂香油贊助的這些錢 九成啊 都是劃在吃 就是大松的食物真的很棒 所以就是說 因為你一兩個月才參加一次這種大型活動 那你大拜拜啊 研討會啊 你討論一些專案什麼東西 那第一次來的人 他一定是覺得很新手啊 什麼都是大神啊 這個覺得這個有點惶恐啊什麼之類 這個時候有非常好吃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有幫助 那因為你過一兩個月 你其實研討會聽過什麼大概都忘了啦 但是如果東西很好吃 你是絕對會記得 東西很難吃你也會記得 你就不會回去了 那所以 因為這是這種定期性的活動 所以東西很好吃是絕對必要的 那因為東西很好吃 所以你就會聽到的這些新的觀念或新的想法 所以你就會聽到的這些新的觀念或新的想法 你在那個腦裡的 associate的那個就是 不表示說你能夠洗腦它 你沒有辦法洗腦它 它還是不能節省 但是你可以改變它的感受 就是當他聽到這些新冠肌腦法的時候 上一次可能是很不舒服的時候 因為是大專用書裡面出現的名詞 老師要他應付 那但是這一次在黑客棟裡面出現同樣的新冠肌腦法 的時候是一個很快樂很愉悅的一個態度 那這個時候他慢慢慢慢 就是所謂的認知行為治療 他慢慢就會發現說 我想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湧出一股愉悅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他慢慢就會自發的 去願意踏出同文層 去往這些新想法 去這個就是進行實質的合作跟溝通 那這個你沒有辦法勉強它 你只有不斷的讓它來 不斷讓它一面聽新的想法 一面看到新的人 一面有很好吃的東西 或很好聽的音樂或什麼之類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我想改變感受是非常容易 非常可能 隨時可做 但是這個改變想法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覺得不要特別做 好 各位朋友說這個可以請我詳述 當初用視訊讓上引號 台灣上引號 沒有 都是雙引號 讓雙引號台灣雙引號 參與聯合國的過程嗎 好 可以啊 其實 其實我沒有覺得在日內網那一次 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因為其實在那個之前 我已經用視訊的方式 參與非常多次活動了 我記得我錄個前 我本來就在做一個 那個 我本來就在一個 做一個叫做 Virtual Reality 作為Civic Deliberation 就是 如何運用虛擬實境 來達到這個公民審議 那所以就是怎麼樣在VR裡面 去進行實質的討論 那這件事情本來就是我的研究主題 我錄個前本來就來做 那為了要做這個題目 所以我就必須要做很多實驗 所以比如說在當時 錄個消息傳出 那我還沒有真的在台灣 我還在法國的時候 就在公視跟一對小學生 然後他們就帶著VR 然後跟在法國的當時 我才剛3D掃描出來 連那個表情肌肉都還沒有提進去 那個人像 去進行這個討論 那一次討論下來 那些小學生有一個心得 就是說 本來覺得這個唐鳳 遙不可及 但是現在呢 不但他離我們很近 而且他跟我們一樣高 因為你在VR裡面可以調自己的Avatar 你可以調到跟他們一樣高 所以看起來的時候 就是他們如果是這個150公分左右 他看起來就是150公分 然後就覺得很親切 然後就可以可以聊 那你這個在現實社會 大概是做不到 你沒有辦法這個學足視率 那所以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是 通過就是視訊也好 VR也好 Pologram也好 一個很好的 就是說你可以看當場的那個狀況 然後你blend in 就是像一個就是保護色一樣 能夠去融入那個地方 那所以後來我還做另外一個實驗 就是我去瑪德莉 那在瑪德莉 他們有一個Media Lab Prado 的一個實驗室 然後呢他們就幫我做了一台機器人 叫Daladia 然後那台機器人可以 就是我在台北遙控走來走去 那他搭一個360度的攝影機 所以我可以在台北這邊帶上VR 就可以感受到瑪德莉那邊的感覺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那很有意思就是說 我第一次登台的時候 是跟他們的一個市議員 Pablo Soto 那他也是一個寫程式的 Pablo Soto 他是有一點點類似禍景 但是進程沒有那麼快 就是他是不良於行 他是坐輪椅 那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看起來 是非常的搭配 就是都是 就是需要先轉向再移動 先轉向再移動 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就是其實還蠻配的 那後來我就花了一個禮拜 就是用Galatina 去跟那邊的朋友互動 然後我又在下一個禮拜 我是飛過去 直接跟他們互動 那他們是跟我說 他們是感覺稍有 有continent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覺得 只是我從細作的身體 換成碳作的身體 但是其實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靈魂 所以就是說 這是另外一次實驗 那還有一次就是 用Double Robotics 就是去日內瓦的同一排 那當時是在故宮的 故宮南院 當時他們進了一批日本的國寶 那包含這個小鈴鐺裡面那個圖 發光器那個圖 然後呢 當時我是說 因為在故宮南院那時候 那個假裝是不能攝影拍照 所以呢 很多人其實是沒有辦法 實際看到那邊 到底展品有多棒 可是這是一個機身蛋 誕生機的問題 如果不知道多棒 為什麼你要去故宮南院 如果你沒有去過的話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故宮的院長 帶著我的機器人 然後導覽 那帶著那個機器人 同樣一個360 然後就直播 所以我就等於是 載著線上所有在看直播的人 去看那個展覽 然後大家就在線上 就像slido這樣子 去問問題 然後一面問問題 我就一面把大家的 最高調的問題 或最新的問題 問我們的故宮的院長 那故宮院長就可以開始 具體的回答 所以就好像大家都這個面票 跟著我游覽了一遍這個展覽 那一次也是相當的成功 所以因為有這些這個測試 所以後來大部分時候 就有人邀我去演講 而離台灣的市區 又比較遠的時候 那我大概第一個問問問題 那我可不可以開機器人 或者視訊 或者是Hologram去參加 所以當聯合國IGF 就是邀我去講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那我可不可以開機器人 所以那並不是因為 這個想要爽帥 或者是這個門票進不去 或什麼 但是非常practical 就是說我調時差很慢 調時差很不舒服 而且這個飛機 有很大的這個溫室排放 什麼氣體什麼之類的 因為要拯救北極熊 這個達到你去發展目標的關係 應該要盡量減省這個空中交通 所以因為 有位朋友說想要上廁所 那就直接去嘛 這個中間是 隨時歡迎你進去 不過這樣你一去 這個身份就暴露了 好 好 那沒有關係 沒關係 那這個我會 我再忍一下 我們四十分休息一下 OK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當時日內網那邊 要我去演講 那我第一個回應就是說 那我可不可以開機器人 那剛好那邊租得到 Double Robotic機器人 所以機器人也不用運過去 他就直接在那邊拿一台就好了 那當然就是說 確實在日內網那一棟建築物裡面 如果你 就是他是要查護照的 所以如果你就是用這個 非會員國 好比像說中華美國政府的護照的話 那其實他就不認定你 那是一個護照 所以就進不去 至少是這樣 所以大部分能夠進得去討論的 我們的朋友 都是有雙重過激 他是拿美國護照 或拿什麼別的國家的護照 那他就可以進去去討論 那當然我們沒有雙重過激 事實上公司裡面不能有雙重過激 所以因為這樣有關係 所以我如果實體的話 確實會出現一些困難 但是anyway 因為我一開始就說用機器人 所以也從來沒有發現過這種困難 因為機器人沒有過激 然後所以呢 在當時就是實際上去討論的時候 也稍微架設了一段時間 然後那當然在聯合國裡面 尤其是這種網路治理的這種論壇 他本來就是多方利益關係的人都可以參加 本來就有直播 本來這些東西對他們是死空監管 並不是什麼這個奇門遁家的東西 那他們唯一的困難 其實就是發生在在場的北京方面的駐聯合國代表 那他是很可憐 因為按照就是某一號決議 如果他認定那個是一個人 而且他是這個就是中華民國國籍的官員的話 那如果他首先必須要把我趕離場 但我如果沒有他離場的話 他一定要離場 也因為這是所謂一個中國的這個原則 那這是在那個外交的SOP裡面 這個任何國際會議 就是只要是聯合國體系都是這樣 但是呢如果他把它界定成一個錄影的話 就是你放一個就是錄影嘛 那這個錄影不管是什麼人的錄影 他都不需要離場 實際上他什麼事都不需要做 那但是呢因為這個錄影又會動 然後又是兩秒鐘以前才錄的 所以這個錄影的定性就變得很奇怪 所以那後來他就當然就是必須要抗議一下 因為他不確定這個到底被界定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他看來也沒什麼用 因為主席就認為這是一場錄影 那所以就是錄影阿娘怎樣 那所以後來就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好好的講完了 那從那個之後這個當時我們這個華春瑩發言人 有說這是企圖告訴我們兩個中國之類的 那但是但是事實上從我的角度他完全沒有 我就是就是錄影阿 那所以也沒有任何要規定說不能錄影 那所以後來他也放棄了這個講法 所以事實上在之後不管是我在吉隆坡的 就是人居住的世界城市論壇 在首爾的亞太親和會 或任何其他聯合國體系的會議 用這樣子的視訊的方式出席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是no surprise 就跟在日內晚一樣 我們會告訴秘書處說 我幾點幾分會用什麼方式出現在哪一個房間 那我們就觀察到說 北京方面的朋友就都不出現了 他就假裝就是反正一個中國嘛 對那所以他就假裝是這個不知道 台灣省的同胞的錄影這個在發表見解 那總之就是他就避開了讓他自己尷尬的 那個要定性成什麼的那個問題 但是事實上他也沒有來打壓或者阻撓 因為你要打壓或者阻撓 一個機器錄影就是很不對的一個行為 事實上是沒有人會支持他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尤其我們挑的這些題目 都是用續發展的題目 是我們真的有貢獻的 又不是來鬧的 所以更會顯得說 如果有人來鬧的話 那就是他在鬧 而不是我們在鬧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機器人沒有國際 然後我在講的時候 我也非常刻意的去說 就是我們在這邊的具體的貢獻等等 我並沒有定義台灣是什麼 就是當我提到台灣的時候 後面是不加形容詞 那當然有時候我說 I don't know 台灣 其實在講一個地理環境 因為我們要講光線怎麼布啊 數位機會什麼之類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各國的朋友們都發現說 這就是講政策 完全無設計政治 好 那所以我剛剛有答應說 這個回答完之後 我們就休息一下下 好 那不過我們事實上 也只剩17分鐘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休息個7分鐘 然後大家可以中間 slide上面再詮問一下 或者是又想 最後這個又想 就是拿麥克風或者問題都可以 我們就休息一下下 然後午時再回來 如果有外上的 就你也有個問題 知道一些對方 比較適合的溝通方法 像很多人類學家告訴我們說 我們會追彼此的眼睛看到哪邊的 這樣子一個 gaze tracking 這個就是跟狗學的 那反過來狗也跟人類學了很多 非語言訊息的溝通方法 那像這種就是 如何在機器融入人類社會的時候 是採取一個 participatory design 就是所有相關的人都可以一起來 來撫養這個機器長大 這樣講怪怪的 那實際上都就是這個意思了 的這個做法 而不是說好像機器要求人類社會 一定要做什麼改變 我想這是最大的一個課題 那中間有很多包含 剛剛講的資料自主性 也包含說 我們在這個社會發展過程裡 我們怎麼樣用一些incentive 就是能不能標量GDP 因為當你全部這個自動生產 都是自動生產自動消費 這個消費者跟提供產 都是機器的時候 GDP你愛標多高就標多高 可是那個有意義嗎 可能已經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再量一些別的東西 這樣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 在接下來兩三年裡面 我在Google CXI.org裡面 會去探討的 所以就今晚有空的話 可以上一下這個網站看 有沒有辦法解除這個魔咒 我想就是 就是要勇於求助 勇於求助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匿名求助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那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想 還是要有 就是讓你覺得安全的一個 能夠去跟類似的 十九位相同的朋友 對 去找到這個 就是 為什麼會中度成名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是不累積的 就是說 就是二次元的 它永遠不會回報你的感情 所以 就是說你每次醒來 還是會覺得很空虛 這個是事實 那 所以 怎麼樣從這邊 然後去把它變成去說 那 不管是有類似經驗的朋友 或者是沒有類似經驗的 可能會願意聽你講的朋友 等等這些東西 它們還累積到一些 比較建設性的人跟人之間 實際的接觸裡面 那我想 這個還是要靠 在你覺得安全的空間裡面 然後一次兩次去 實體的去接觸人 這樣子才比較有可能 就是 不要繼續沉迷這樣 那 我沒有什麼看法 對不起 我從來沒有考過學生 我沒有上過高中 記得嗎 對 那所以沒有什麼看法 不好意思 但是 同樣的道理 就是 未來就是 就是剛剛講那個 多元路徑 大學可以念十年 高中可以切換幾次 我想這個 就是學測的意義 越來越會變成是 它是給你自己的 reference 這樣子 我沒有什麼 太大的看法 其實台灣本來 就沒有人 在違反網路中理性 那個是一個 美國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這邊當然 現在有一個 數位通訊傳播法 在立法院正在準備 散播通過 裡面是有對網路中理性 做一個要求 那比較是預防性的 因為我們目前 就沒有人再違反這個 網路中理性 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有沒有什麼困擾 也沒有什麼困擾 我自己天生就是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決定性徵 最主要是搞不同的濃度 那我天生搞不同的濃度 就是我在十幾歲 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說第一次青春期的時候 就是相當於好像七十幾歲的 男性的這個濃度 所以我本來 你如果要算搞不同濃度的話 本來就是介於兩個 就是主要性別之間 所以表示我比較沒有侵略性 但是意思也是說 就是它比較 我想腦發育 或者是這個 身體發育 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說 我本來就沒有特別覺得 我是哪個性別 這就好像 有人如果這個 問你一定要是黑人 還是白人 那你就 就隨便填一個嘛 但是就都不是嘛 這樣 那這是一個狀況 那當然就是說 後來我確實也經歷 第二次青春期 就是 就是所謂荷爾蒙轉換 那這個主要原因 倒不是 想要變成 女性 而是說 那我也想體驗一下說 女性青春期是 什麼樣的感受 那主要是因為 如果兩個都經歷過的話 那 在跟人溝通上 比較方便 因為有很多相同的 第一手經驗 大概就這樣 那父母是呢 是處於一個完全 這個壯境自強 處變不經的 這個情況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跟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就 因為我的態度很好 所以他們就 這是為什麼我剛才強調 不要以國人老算商標的這個原因 就是說 因為你自己有很多Drama 那人家當然可以演Drama 但是 你如果沒有Drama的話 那人家更不會覺得 這是什麼Drama的東西 社群軟體 當然它一直在試著 控管這些言論 如果有 有版主 有管過版的人 就會知道說 這個控管是一門學問 那但是每一個 從微記牌歌到PPT到DK到Facebook 的檢舉機制 總不可能是完全公正的 所以 我想這很多 還是要靠 就是大家自己去挑 自己覺得適合的那個社群去engage 而不是說 好像 明明就不適合 然後就 很多負能量 那是因為你的朋友都在上面 所以你不得不在上面 這就是一個很慘的情況 但是因為網路是無線寬廣 我覺得很容易去促進對話 那如果一開始 真的是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 互相不認識 最簡單的促進對話的方法 就是你把那個空間裡面的reply 就是回覆的這個按鍵拿掉 像slido是沒有回覆的 所以說大家就不會花力氣 在摧毀彼此的可信度上面 你如果看到一個人 你不爽 你不投他就是了 然後你寫一個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們營造的這些空間 不管是slido或者join底下的正反兩放 都是沒有reply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把它恢復 把它拿掉 那基本上大家忽然之間 都變得比較文明 是我覺得慢慢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空間一定程度 這個決定性格 那有位朋友想要問我 這個對於立法院的一些 表演的一些想法 就是說其實我去備詢的時候 其實那個場面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大概現在這個狀況 剛好相反 就是說我們官員全部都坐滿了 整個內閣都在這邊 但是只有在演戲的那一位立委在這邊 然後整個都是空空蕩蕩 還有下一位準備要質詢的 還在那邊等 但是就是因為大家看 就是直播也好 看傳播也好 看國會武雙也好 但那個鏡頭只會狂質詢的那個人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可是他事實上就是對著攝影機在演 那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他也是被這個媒體所狂現住 因為如果他沒有梗的話 那他就沒有辦法上報紙 或者是主流媒體 那如果大家海鬥志在用主流媒體 來關心事情的話 那他就必須要製造一些衝突 為什麼因為沒有衝突就沒有點閱 沒有點閱 裡面就不報嘛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變成說 他可能有一些很這個 驚世立民的理想 可是他必須要他的注意 要幫他在前五分鐘想某個梗 讓他的這些東西 有地方去發揮 其實想想也是蠻無奈的 所以你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還是先從改變閱庭習慣開始 就是說你不管從公路蒙啊 或從這個投票指南啊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去接觸他關心的議題 甚至直接去問他問題 那如果越多人這樣子做 那尤其他主理就會覺得是說 這個越不需要去對抗 這樣 其實薪資停滯它是一個 主要是因為 而且這個是蠻客觀的 就是說 主要是因為台灣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 那之前跟就是 中國大陸地區 講講一點沒有責任何人 沿海的許多的城市 就是有非常就是 多項的subline chain 所以基本上就是 待遇就會綁在一起 就是這樣 因為一個開放經濟體 有高規模的 就是雙方的dependency的時候 它的待遇會變成差不多 那這個是事實 那但是台灣當然 畢竟是 比較社會福利好一點的國家 所以在薪資 在某些行業停止 也不是所有行業都停止 的情況之下 它的各種社會福利 其實上是越來越好 所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改變 但是那個改變 是大家不會在帳面上面看得到的 那至於人才外流 我一向不覺得什麼問題 因為我外流很久了 我也是最初才會來的 那所以 我覺得外流很好 但是 我覺得沒有對流是不好的 所以 以前真的是 我們如果跟新加坡人 這樣講也不會得罪任何人 如果剛好有新加坡人不好意思 那個如果跟新加坡人就一起創業的話 那絕大部分的時候有九成九 就是九成五 就是台灣人去新加坡開公司 那為什麼是因為 新加坡會發那個四合一創業金卡 它是三年然後你也不用投資錢 你也不需要綁約 你就可以在那邊任意進出 然後甚至還可以自己開公司 你還回來幫台灣的公司工作 都沒有關係 新加坡就是想要人才這樣 那所以像推出這樣的東西 是誘因非常高的 所以就是會去新加坡開公司 那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是新加坡人來台灣的話 那他不但他自己 說不定三個月就得又出去一趟 而且他的這個家小 都沒有辦法享有這個 就是福利 而且沒有稅收優惠等等 所以後來我們的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亞洲地區有什麼好的想法 全部超過來 所以我們在那個 就是外國人財產法 產創條例 所有這堆新的法裡面 基本上就是交往必須過程 我們本來是僅次於日本的難以回流 那我們現在變成僅次於日本的容易 因為他們也交往過程去了 那所以就是說 現在日本變成最開放 然後那包含一些就是中地技術移民 他們現在都要全面開放 因為他們人口老化 真的是非常嚴重 那我們當然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但是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邊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當你外郵出去之後 那你的創新要規模化 然後你要一些供應鏈管理 原因提整合之類的時候 那你可以一團人帶回來 那這一團人 他待三年 就跟新加坡一樣 新加坡有的我們這邊都有 因為我們整個照抄嘛 那但是我們再多加了一條 就是說 你可以 Renew 新加坡你待三年之後 那個金卡就不能續了 那我們還可以續 你可以續到三年之後 再續個三年 那等到你續到第五年的時候 或者你的外國朋友 還續到第五年的時候 你對這邊有貢獻 那你就可以取得國籍 那進行取得國籍 你還不用放棄本來的國籍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在推行這樣子 一種概念 就是說你的認同 可以是慢慢慢慢產生的 你不需要一開始來 就宣誓效忠 放棄本來的國籍 這個來做不到 那但是你來這邊 其實還是會覺得說 對社會有一些真相影響力 那這樣的話 外流的人才可以 一團一團的帶人回來 然後在這邊 發揮真相受影響力 所以我想 這個並不是人才 外流的解決方法 你如果要解決人才 外流就是要禁止人家出去 那這個作為一個外流人才 我是堅決反對的 但是 我是覺得說 我們能夠做很多事情 像 就是微軟在這邊 我們今天開個AI Lab 也要找一兩百個人 Google Smart Taiwan也是幾百個人 FMNP也要 FB 反正都把台灣當作一個研發 而不是只是市場 這還是最近一年的事情 所以 隨著這樣子的東西 越來越多 那我們就可以吸引 越來越多的人過來 加入這個新的 margin比較高的 也比較不受 剛剛講的這個 薪資寶低音影響 的這樣子一個生態系 那這個時候 我想待遇變好了 福利變好了 而且你還可以變成 也是擁有雙重國際 這樣子的一種 待遇的情況下 我覺得人才 就很容易回流 那像多景老師 他帶他以前的同事回來 他就是一項項測 我們推出來這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用 那所以在他這樣子 道路測試 一段時間之後 我想我們這樣 推出來的東西 就比較真的能夠 切合國際上的朋友的需要 好 那我們時間到了 所以就接下來 就是二個問題 不好意思 就沒有辦法一一回答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